这是一个普通的飞机模型 却在某一天妈妈打扫房间的时候 突然拥有生命一般 小男孩好奇地盯着他 脑海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偷偷爬上房顶 想让他带自己飞行 幸好妈妈及时发现 一把把男孩拦下 飞机意外从男孩手中滑落 殊不知危险也因此降临 他们刚回到家里 外面突然传来声响 只见男孩迅速躲到了桌顶 等女人回头一看 那个摔落的飞机竟然直接冲破了窗户 静止地飞到了屋内 他在屋里各种横冲直撞 好像在发泄着白天被阻止的怒火 女人健壮 迅速拿起拖把追了上去 可是都被飞机灵桥躲开 这诡异的情形让女人彻底整崩溃 就在这时 飞机却安静了下来 女人抬头一看 飞机全身上下散发着危险的红光 男孩健壮 立刻冲上去抱住了妈妈 飞机却神奇地停了下来 缓慢地降落在地上 女人吓傻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飞机被男孩拿上楼 很快模型机自己飞行的消息还是被传了出去 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实验部的人前前后后地看了一遍 也没发现什么遥控之类的东西 接着又对飞机进行了扫描 里面竟然没有发现任何机械装置 这让在场的人很是疑惑 接着 他们又对飞机做了另外一个实验 没想到 在万斤的重压机下 飞机居然表面毫发无损 科学家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材料 只能向上级汇报情况 不久后 女人突然被惊醒 此时男孩站在床头 在得知飞机被拿走后 男孩生气地跑出房间 他找到父亲的工作证件 偷偷地潜入父亲工作的实验室 趁不住一时 把飞机给偷了出来 当科学家打完电话 回头一看时 飞机却不见了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躲藏在角落里的男孩 正当他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柜子居然剧烈地抖动了起来 趁着科学家躲避柜子的事 男孩迅速逃了出去 这个男孩把一只飞机模型绑在了身上 在所有人的阻拦下 没想到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飞机模型居然可以载人飞行 面前的科学家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因为他曾经亲手检查过这个飞机模型 那里面根本没有动力设备 简单的来说就是一块纯塑料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迅速派人追了过去 而此时高空飞行的男孩 正惬意地翱翔在夜空中 穿过田野 飞越高山 可惜好景不长 男孩很快被直升机发现 他只好在树林里降落 借着草丛的掩护 男孩顺利地躲过了直升机的侦察 他默默地告诉飞机 一定要帮自己找到爸爸 飞机听完 顿时闪烁着红光 仿佛是在对男孩的一种回应 话音未落 前方突然有人向他招手 爸爸 模糊的视线中 开心地以为是爸爸 但他走近才发现 原来是那个追他的科学家 男孩把腿就跑 结果被男人直接半倒在地 男孩不顾一切爬起来继续狂奔 而飞机也在这个时候 开始攻击科学家 尽管科学家使劲甩开了飞机 但手指也全被划破 当他再次寻找飞机时 飞机已经悄悄摸到了背后 直接给了科学家一个重击 将他打晕了过去 男孩走了一夜来到高塔前 他想再从上面飞下来 可他刚刚登上高塔 却突然晕了过去 而这个时候 飞机却不可思议地飞了起来 向着男孩家的方向飞去 男孩的妈妈被吓了一跳 但看到飞机没攻击的意思后 他还是选择走了出来 此时飞机却做出了暗示性的动作 仿佛在告诉这个女人 跟他走的意思 女人也很快明白了飞机的意义 可是他家现在已经有 实验室的人员重兵把守 于是女人借口自己有事 成功地骗过了看守 连忙开着车一路跟随 另一边 科学家来男孩家中 从看守口中得知 女人离开时一直往天上看 他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果不其然 女人在高塔的顶端 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赶紧将男孩抱回车内 可这个时候 那个科学家也刚好追了上来 确认飞机还在塔上 于是 赶紧背着绳索来了顶层 然后小心翼翼地套住了飞机 可刚刚固定好绳索 飞机就开始剧烈地挣扎 科学家想再补上一根绳索的时候 没想到挣扎的乏更厉害 直接将卡扣连同地皮一起扯掉 老胖叔健壮赶紧抓住绳索 但剧烈摩擦所产生撕裂般的疼痛时 男人只能放开了手 飞机从高塔飞下 静止地来到女人面前 不顾及科学家的阻拦 女人将飞机装进了车里 然后拔掉了科学家的车药时候 可就在掉头的瞬间 科学家竟然跳上了车 女人拼命踩下油门才甩开了男人 这个小男孩把飞机模型埋进了沙里 又放上了几块小石头 他开始默默许愿 男孩想和去世的爸爸见面 爸爸是一名科学家 一直对陨石做着各种研究 终日苦于工作 很少回家 又是一年圣诞节 男孩还是静静地坐着窗前 盼着爸爸的回来 直到妈妈的呼唤 男孩才默默地离开 哪怕外面一点点的声响 他始终以为爸爸回来了 但看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男孩很伤心 他独自坐在角落里 迟迟没有说一句话 没想到等男孩睡着的时候 爸爸终于回来了 还带着他喜欢的飞机模型回来了 可男孩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开心 爸爸不愿意看到男孩不开心 于是在走之前给他留下便条 说等他生日就送脚踏车给他 谁知这一别确实永别 爸爸竟然遭遇了飞行事故遇难 爷爷告诉他 爸爸去了天上 小小的男孩并不懂什么 只是知道爸爸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当他意外发现飞机模型拥有生命时 他便认为只要跟着飞机模型 就能找到天上的爸爸 又在之后的日子里 男孩总是一个人 默默地关在房间里 一遍又一遍地 看着爸爸留给他的便条 默念着 看完后又呆呆地没说话 然后又把他塞进了抽屉 小男孩很想告诉爸爸心里的想法 可是这一切已经晚了 男孩困了 就拿着爸爸送的飞机 到床上睡觉 就这样男孩到哪儿 飞机就带到哪儿 从未分开过 男孩也始终相信 爸爸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当男孩再一次翻开沙土时 埋在里面的飞机却不见了 而已经去世的爸爸 正慢慢向他走来 男孩再也忍不住 紧紧地和爸爸拥抱在一起 男孩很害怕 如果他一松手就再也见不到爸爸 爸爸对男孩说 你现在长大了 你要勇敢 你要替我保护好妈妈 因为妈妈需要你 他让男孩转到妈妈 自己很想念他 自己也会一直默默地守护这个家庭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看看天上 就可以知道自己在想他 说完这一切 爸爸推着小船走进了大海中 此刻男孩叫住了爸爸 爸爸 他终于有机会可以对爸爸说 在送我飞机时 自己其实是高兴的 听完男孩的话后 爸爸最后欣慰地看了他一眼 推着小船向大海深处驶去 男孩看着爸爸远去的背影 这次他没有哭泣 也没有吵闹 而是缓缓地向父亲告诉你 妈妈 爸爸 第二天 男孩把爸爸的话告诉了妈妈 妈妈听完后 露出了许久不见的幸福笑容 男孩看着妈妈 又抬头看了看天空 他知道 爸爸正在看着他们 也会永远一直守护着他们 电影就此画上了句点 一部温暖的电影 背后折射出的道理永远都会令人生死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毛病 对陌生人很有耐心 却对父母提出的一个小问题而感到不耐烦 小男孩面对父亲的礼物而感到不开心 但是 他已经忘了那是父亲构思许久的礼物 其实 礼物并不是重要的 亲人的心意才是最宝贵的礼物 与其到时候追回莫及 不如现在拥抱在你身边的亲人们吧 告诉他们 我爱你们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是重简电影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记得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